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比赛的名字 要全部记得完就很困难 不过考试多数都是问大路东西 不会问得那么仔细 所以记不完都不要紧要的 在很多英国人的生活里面 体育运动是很重要的 在英国有几种运动是特别受欢迎的 英国有很多大型的体育场馆 好像伦敦的Wenby Stadium 和卡迪的Millennium Stadium 地方政府和私人公司都会提供不同的运动设施 很多出名的运动都是源自于英国 大家要记住以下这五个运动 Cricket 板球 Football 足球 Long Tennis 草地网球 Golf 高尔夫球 Wedby 篮球 大家还要记得 英国曾经举办过三次奥运会 Olympic Games 分别是1908年 1948年 和2012年 三次奥运会都在伦敦举行 而2012年的主场馆 就是East London的Tratford 在2012年的奥运会 英国队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三 成绩是非常之好 英国的人口只有六千多万 相对于第一名的美国 人口只有五分之一 而相对于第二名的中卫人民共和国 就只有二十二分之一 2012年的残奥会 Paralympic Games 亦都在伦敦举行 残奥会 是源起于德国难民 Dr. Sir Louis Goodman 他在北京衍sir的 Stowe Manderville Hospital工作 他开发了新方法 去治疗脊骨受损的人 他亦都鼓励病人去参与体育运动 这一节是著名的英国运动员 Lotable British Sportsmen and Women 这一部分会介绍17位运动员 不过不熟运动的 都挺难记 幸好的是 考试考的机会就相对地低 所以大家只需要欣赏一下 有点印象 万一考到都容易撞中 Sir Roger Bannister 他是第一个 不用四分钟就跑完一英里的人 是这一部分 或是脸的 冠冠冠军 泳汇 云归 云归 太年轻浪 黑人 更加得到 西区 zaily 斑rá 三次的Formula 1世界冠军 Bobby Moore 是英格蘭足球隊 唯一一次贏到世界盃的時候的隊長 賞進氣球隊 上是Ian Boveen 曾經是英國版球隊的隊長 Jame Tauville和Christopher Dinh 曾經贏過ice dancing的奧運金牌 和連續四次的世界冠軍 Sir Steve Redgrave是World Wing賽艇的運動員 Barnett Tendigre Thomsen是一個輪椅運動員 他贏過很多殘奧會的金牌 和六次倫敦馬拉松 Dame Kelly Holmes是田徑運動員 Dame Allen MacArthur是一個帆船運動員 他曾經獨自航行環遊世界 他曾經獨自航行環遊世界 Sir Chris Hoy是一個很出色的單車手 David Ware是一個殘奧會的輪椅運動員 他也贏過倫敦馬拉松六次 Sir Bradley Wiggins 第一個贏得橫法單車賽的英國人 他也贏過八面奧運獎牌 Sir Moe Flower是一個長跑運動員 他是第一個在十公里比賽 贏得奧運金牌的英國人 Dame Jessica Ennis是一個田徑運動員 曾經贏過奧運七項全能金牌 Sir Andy Murray是一個網球運動員 他是英國第一個大碗冠賽事的 男子單打冠軍 Elly Siemens是殘奧會的游泳選手 是殘奧會的游泳選手 這部份的下半部 是介紹九個英國流行的運動項目 第一個是Cricket 板球 Cricket來源於英國 很多國家都有玩 比賽可以持續五天 但是仍然打和 獨特的比賽和複雜的規則 正好反映了 英國人的性格 和公平競賽的精神 很多板球的術語 在日常生活中都流傳使用 好像 Wing Stop Pay Betting on a Sticky Wicket Paying a Straight Bet Botaguri Botaguri It's just not cricket 最出名的板球比賽是 足球是英國有長久的歷史 第一個職業足球會 在十九世紀後期 已經組成 英國、Scotland、Wales 和諾芬 Island 都有自己的聯賽 不同球隊 代表不同城市 吸引最多國際觀眾的是 英超聯比賽 世界上 世界上 很多最出色的運動員 都是英超聯上陣 很多英國的球隊 亦都是大型比賽 好像在UEFA Champions League 歐洲聯賽冠軍杯裡面 和其他歐洲球隊對賽 但是多數的城鎮 都有自己的職業球會 當地的人都會支持他們的主隊 不同的球會和球迷之間 互相比拼 在英國 四個組成國家裡面 都有自己的國家隊 四隊國家隊 都會參加世界盃 和歐洲足球錶賽 英格蘭唯一一次贏到 國際賽冠軍的 是1966年的世界盃 那次賽事是由英國主辦 作為英國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 足球在不同地方都受到歡迎 每星期 在英國各地都有業餘的比賽 Wegby 籃球 Wegby 起源於英國 19世紀初期 現在在英國 仍然流行 籃球 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Union 和League 他們的規則是不同的 這兩種形式 在英國的四個部份 都分別有自己的聯賽 和國家隊 都分別有自己的聯賽 都分別有自己的聯賽 和國家隊 而最出名的League competition 就是Super League 跟著是 Horse Racing 賽馬 Horse Racing 在英國有好長的歷史 有證據顯示 在羅馬時期 已經有賽馬 這項運動 跟皇家很有關係 在英國 賽馬場遍佈全國 出名的賽事有 Wire Escut 在Barkster 連續五日舉行 有皇室成員出席 另外 出名的賽事還有 在利物浦附近的 Grand National at Amphrey 和Scottish Grand National at Ayr 在Sufford的 New Market 有一間 National Horse Racing Museum Golf 哥爾夫球 現代的哥爾夫球比賽 可以追溯到 15世紀的蘇格蘭 無論在為社交活動 或是專業比賽 都十分流行 公眾或私人的高爾夫球場 遍佈全國 蘇格蘭的St.Angels 是被稱為 Home of Golf 在英國舉行的 Open Championship 是美國以外 唯一的major tournament 他每年 由不同的球場舉辦 Tennis 網球 Modern tennis 在19世紀末 在英國開始發展 第一個網球俱樂部 在1872年 在Lamington Spa成立 最出名的賽事 就是溫布頓網球錦標賽 Wimbledon Championship 他每年 在All England Long Tennis And Colgate Cup 舉行 他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網球賽事 而且 是唯一在草地上的 大碗冠賽事 Grand Slam Event Water Sports 水上運動 水上運動 這裏主要是講兩種水上運動 Sailing 和Wall Wing 英國有出海航行的傳統 到今天 Sailing Sailing 仍然在英國受歡迎 在196667年 Sir Francis Chichester 成為第一個 單人楊凡 環遊世界的人 他的船 還過非洲的 Keep of Good Hope 和南美的 Keep Home 兩年之後 Sir Warwick Noor Johnston 更進一步 成為第一個 完成這個狀舉 而中途沒有停下的人 在英國各地 有不同的帆船比賽 當中最著名的 是在Isle of Wight的Karls Rowing 餐艇 無論作為閒魚活動 或者作為比賽 都很受歡迎 其中一個受歡迎的比賽 就是在泰吳士河進行的 牛津和劍橋大學的 週年餐廳比賽 Motorsports 賽車 無論是汽車或者電單車 賽車是英國歷史悠久 英國的賽車始於1902年 英國繼續成為 開發和製造汽車技術的 世界領導者 一級方程式大獎賽 Formula 1 Grand Prix 每年都是英國舉行 有些英國的大獎賽車手 贏得Formula 1 世界冠軍 近期得勝的英國車手有 Damon Hill Louis Hamilton 和Janson Button Skiing 滑雪 Skiing 在英國越來越受歡迎 很多人去國外滑雪 在英國國內 也都有很多Dry Ski Sluks 乾滑雪場 去到冬天 都可以滑真雪 在Skotland 有5個Ski Centers 在愛丁堡附近 也都有歐洲最長的乾滑雪道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的重點 首先是9種英國的運動 Football 足球 足球是英國最流行的運動 第一間職業球會 在19世紀末就組成 英國的4個組成國家 都有自己分別的聯賽 和自己的國家隊 出名的有 英超聯 English Premier League 英國球隊 都有參與 歐洲聯賽冠軍盃 UEFA Champions League Football Cricket 板球 Cricket 源自英國 複雜的比賽 可以歷時五日 最出名的比賽是Edges 是每年 英國和澳洲之間的一系列比賽 Wegby 籃球 籃球 起源於英國的19世紀初 Rugby有兩種形式 Ulien 和League Ulien的比賽 最出名的是 Six Nations Championship 而League的比賽 最出名的是 Super League Horse Racing 有證據顯示 在羅馬時期 已經有Horse Racing 出名的賽事有 Royal Escort The Grand National 和The Scottish Grand National at Air Golf 戈爾夫球 戈爾夫球運動 可以追溯到 15世紀的蘇格蘭 在蘇格蘭舉行的 The Open Championship 是國際大賽 Tennis 最出名的賽事是 Wimbledon Championships Wimbledon 網球錦標賽 第一個網球俱樂部 成立於 1872年 Water Sports 包括了Rowing 和Sailing Sailing最出名的比賽 是Crowse on the Isle of Wight 一個Rowing的出名比賽 就是牛津和建廟大學 在泰銀士行進行的 周年比賽 Motorsports 賽車 Formula 1 Grand Prix 每年都在英國舉行 近期得勝的英國車手有 Damon Hill Lewis Hamilton 和Jenson Button Skiing 滑雪 英國人 去國外滑雪 或者冬天的時候 去到Scotland滑雪 這一拍 都介紹了17個著名的運動員 考的機會 不是太高 當然 大家都可以盡量記一記 紅色的 是我認為相對重要的 Blazoo Moto request Skjaing Kjaing Skjaing Skjaing Moto 大家记得 订阅我 頻道 想支持這個頻道的 亦都可以給like 或者透過超級感謝 去表達支持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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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